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回來EY學堂,跟大家回顧一下過去一年香港的樓市和股市的表現 在這裡先感謝各位讀者,去年2021年的一月尾,差不多林近農曆新年 其實有一篇我全年得到讀者瀏覽量最高的文章,都是關於香港樓市的 當時的題目叫做《香港樓價反常與租金及各類房產不同步》 這篇文章也有個連結,大家有興趣可以回去回顧一下 去年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已經提出了有關香港的樓市出現一些反常現象 今年我就繼續討論另一個樓市的反常現象出現 當然大家看到這個題目也可能嚇一跳 工資的升幅,跑贏樓價的升幅 或者我們先來比較一下過去一年人工指數和樓價指數 因為事實上眾所周知,差不多是在過去幾十年香港樓價的升幅 都長時間跑贏工資的升幅 這也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因為這樣才會導致所謂樓價難以負擔 人工就升得少,樓價就升得多,越來越難上車 所以這個現象似乎大家都已經當作是必然了 但是過去四年,人工的升幅竟然不低於樓價的升幅 而且還遠遠高於租金的升幅 亦都高於通脹率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圖是四條線,灰色線就是工資的指數 這是名義指數 然後藍色線就是樓價指數 黃色線就是消費物價指數 橙色線就是租金指數 我將四條指數都是在2018年的第一季做了一個歸一化 都變成100 這樣起點相同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四年裡面 工資的指數都長期持續上升 而且曾經一段長時間高於其餘三組數據 第二條線就是樓價指數 最近都開始追落後升上來 而通脹的情況排第三 租金表現最差 到現在仍然是負增長的 讓大家看看數據 在這個圖裡面的情況就是 工資的指數 在這四年之間總共升了9.2% 當然也不算很高 如果變回四年時間 雖然不算太高 但也長時間高於另外三組數據 樓價排第二 四年合共升了8.3% 消費物價指數就合共升了6.2% 租金指數就跌了2.6% 當然很多朋友可能覺得 跟自己的切身感受完全都不一樣 有什麼可能 這四年有疫情 有什麼可能會出現工資的升幅高於樓價升幅 這個情況就是很多時候都會出現的 就是疫情期間 尤其是很多人會失業 或者生意不景 甚至結業 失業率大家都看到 就是有大幅飆升的情況 但是統計處的數據 公佈大部分的行業都持續有工資上升 升幅又高於樓價租金和通脹 所以這種平衡時空大家可能 就未必很認同 但是暫且相信那個數據 都可以有一個合理解釋的 就是可能很多人失業 很多人結業 但是扣除這些失業 或者離開職場的人 剩下那些沒有失業 沒有離開職場的人 可能他們的工資 真的有上升也不一定 或者我用年度變化率 來顯示 如何反常法 這幅圖就是用四組數據的年度變化率 你會看到2018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所說的過去的常態 在這個例子就是 你會看到樓價在2018年 都持續升超過15% 租金就升超過6% 而人工就只有4% 通脹就2% 人工是高通脹一點 但是也追不到租金 也遠遠追不到樓價的升幅 這個就是過去幾十年的常態 但是自從2019年 你會看到樓價升幅急速放緩 甚至曾經進入負增長 而租金也是同步 是跌到曾經最低 是接近跌了一成 那麼當然了 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 就都開始有正增長 而且大家看到樓價和租金的年度升幅 也跑回到第一第二 但是在2020年 大家看到就是 那個工資的升幅 2019年曾經跑第一 2020年的下半年 都跑第一 高過另外三組數 所以這段時間 就可以堪稱是 反常期間 出現工資增長 跑贏樓價和租金增長 也給大家看看 工資增長 跑贏樓價和租金的升幅 租金是跌跌的 曾經最低見過9.3% 負數 樓價最低就試過跌 負2.8% 但是樓價為什麼 好像突然間有一個 反回呢 這就跟當時的行政措施有關 而樓價的升幅 就最近都有回升 去到2021年第四季 大家看到 它有一個3.6%的升幅 但是將這個 扣除了通脹的2%之後 其實實質升幅只有1.6% 這個升幅 基本上 連維修保養費都未必足夠支出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沒有利潤 當然有很多朋友做不同的行業 都有不同的設身感受 更加可能會覺得 同期哪裏有人工升幅 所以我又試試 根據統計處 各類行業的分類工資變化 跟大家看看不同的行業 在過去四年工資的增長變化 每個行業當然有些不同 但是它的趨勢是非常相似的 給大家看看圖 這裡有8種行業 基本上都是升幅放緩的 而且這個放緩速度去到2020年的下半年 是有行業出現負增長 這個綠色就是最奇特 這個是交通運輸行業 2018、2019年曾經是以最高升幅的姿態 但是踏入2020年下半年開始 就變了負增長 其他有症增長最高的就是橙色線 藍色線的房產租任行業 而藍色線就是金融保險業 這兩個行業都有3%的升幅 最近第三季 但是扣除了通脹2% 它的實質升幅是非常輕微的 所以剛剛追過通脹 都沒有什麼實質的增長 而另外那五個行業 包括製造業、零售批發、個人服務 以及專業服務等等 全部都低於2% 即是低於通脹 換句話來說 實質的工資升幅 基本上出現負增長 總結一下 其實由2020年初開始 我們全球都出現疫情爆發 大家都記憶由心 當時各國央行為了舊市 都合力大幅減息 有些甚至減到零息 所謂成功將樓價和股價推上了高峰 迎來了一波全球的樓價股價上升 但是隨之而來就出現全球高通脹 最近為了解決高通脹的問題 美國聯邦儲備局已經宣布今年3月起會進入加息周期 也會加快收水 事實上其他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加了息 有些加了幾次 而香港的情況就有別於全球的趨勢 香港的通脹率仍然處於一個相對溫和的水平 而香港的股市更加在2021年成為全球跌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2021年全年是急卸14.07% 所以2021年已經是港美股市分度揚標的分水嶺 但是大家要留意 因為香港實行聯繫是匯率制度 所以到3月開始 美國進入加息周期 如果香港跟隨美國加息 就有理由相信會進一步將香港的經濟冷卻 同期就會影響股市和樓市的表現 所以2022年的香港樓市股市 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這裡做一些回顧 這裡就是過去一年了 但是這個就是由2021年的2月1日到2022年的1月31日 大家看到就是當美國的S&P500 就是持續上升 但是香港的恒生指數就持續下跌 就像倒影一樣 你會看到其實他們的回報變化 也都好像倒影一樣 當香港跌了5505點 相等於18.78% 而美股就是升了759點 就是約19.82% 這個倒影都幾明確的 所以就是所謂此消彼獎 2021年就已經開始 港美股市表現分道揚標 2022年 當美國加息 如果香港要跟隨的話 情況大家一路繼續跟進 而樓市方面 這裡就簡介 在FHFA的樓價指數 美國的樓價指數 在2021年頭11個月 就已經升了14.5% 香港的樓價在2021年全年 就只是升了3% 所以這些數據都讓我們看到 2021年就開始 香港好像跟世界有股市樓市表現上高 都大相徑庭 那麼2022年 會不會繼續這種 跟世界脫軌的情況呢? 這裡會跟大家一路跟進 好,今天的討論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